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一次上深圳的一個行程 我本身打算去參觀深圳的那間MUJI的旗艦店 因為聽說那間的旗艦店是非常之大 還有MUJI的第一間酒店 所以打算去看看是甚麼狀況 如果要去MUJI的兩點其實要在這個蓮花村站的C出口 然後可以補充15分鐘就可以去到 但是當我去到這個C出口的時候看到很多人在等我 原因就是深圳掛了這個屋式暴雨 唯有斷一些室內活動 最後我是選了去星河高高拍的 因為聽說很多香港人喜歡走那個mall 但是自己就沒走過 那如果大家上去那個mall 其實就要在蓮花公園站那裡落 然後在C出口不出的 然後就要走一條很長很長很長的隧道 那你就可以到這個GoGo Park GoGo Park給我的感覺 其實跟香港的商場都有點相似的 因為我們平時走開的比如像UNIQL GAP Nike Adidas 這些服裝運動帽都會見到 那這個商場的其中一個買點就是它有一個星空的露台 那這個露台其實 其實旁邊有很多小日記餐廳或者一些Cafe 是圍繞著的 那如果天氣好的話呢 坐在這個星空的台那裡 可以欣賞到一個不錯的色 那我去的那個晚上呢 那就下雨了 那所以在路頭上面就 看不到太多人在這裡吃東西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也都有一些玩意啦 好像夾公仔啊 還有一些射擊的遊戲的 那如果你覺得滿的話呢 都可以在這裡打發事 那走走走看見到 有一間喜賊在這裡 那可能因為下雨的關係 那所以等候的人就很少了 相比起我之前排喜賊呢 排了差不多一小時 那這次就真的很少人在這裡 本身打算呢 進去買一杯飲料 因為見那麼少人 沒有錯過這個機會啦 那但是呢 最後還是沒有買到 因為呢 我是被隔壁那一間 萊雪資產級人住 因為相對地 看到呢 這間店好像比較多客人 我想這間店的飲品應該都不錯 那還有我之前都沒有喝過 所以想試一下啦 萊雪資茶呢 給我的感覺就是 它是主打賣一些水果茶 加奶蓋在上面的 那另外還有一些蛋糕 還有一些果汁可以買的 那我看它的環境都很舒適的 那有一些露天的座位 還有室內的座位 所以最後就試了這一間 就選了這個 這個 芝士蛋糕 還有一杯 草莓茶 最後 我覺得這個 芝士蛋糕呢 其實都 OK啦 不是說太特別 因為我嫌它的芝士味 不是說太醜 對了 還有它的餅底 我本身是 預期它是脆口的 但是 吃下去就不是脆的了 對了 但是都OK 反而那杯飲料呢 就令到我有點驚喜 因為它裡面是很多果肉在裡面 喝下去呢 每一口都好像 整個都有士多啤梨溶在裡面 而且它不是說太甜 所以我非常之喜歡 那個 起司蛋糕呢 就28元 那杯飲料呢 也是28元的 相比之下 我覺得 那杯飲料其實 比較划 喝完飲料之後呢 那我就繼續走 看到無人糧品 那 但是 我不是想走這間的 是啊 因為這間不是旗艦級 它那個店鋪面積 和裡面的貨品 其實跟香港的無人是差不多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 那 GoGo Park裡面呢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食肆 的 好像 淡魚啊 那樣 或者是打火鍋 那 但是 如果一個人吃的話呢 我就覺得好像太重 而且 喝完剛剛的那杯 司多啤梨茶之後呢 我就覺得好飽了 所以我想選一些輕食 那 今次呢 想介紹這一間 是吃餃子的 它叫做 船哥如水餃 這個餃子店呢 其實 源自是青島的 那如果你在這裡吃東西呢 其實它們都是用一個手機點餐 那 只要你送微博的QR告呢 其實你就看得到 那間餐廳的那個Menu 只要呢 將你想吃的那樣菜式 加入它的購物籃呢 然後你就可以付款的了 這間餐廳呢 除了出名吃睡覺之外呢 它還有其他的海鮮可以吃得到 例如蟹啊 魚啊 蝦啊 等等 那也有那些小炒 彩色樓 那 最後呢 我是選了這個 三鮮水餃 用手機下單的話呢 它還會便宜5元給你的 那我覺得都幾划 餐廳環境那方面呢 我覺得 它的設計都幾特意 因為看到很多的 乳型的燈籠 吊住 我覺得都很新奇 這個設計 也都符合它那間店的 買點啦 另外呢 它又 有採用這個 開房式廚房 所以你會看到那些 廚師啊 在做餃子 在搓平 等了大概 十至十五分鐘左右 那我的餃子呢 就沒有了 這個餃子其實呢 那個買相 就當然沒有那個 Menu那裡那麼漂亮 一共就有十二粒的 雖然看起來呢 就不算很大碟 但是呢 十二粒是可以吃到很飽的 那它的餡那方面呢 我覺得它是用了 豬肉啦 蔥啦 還有韭菜呢 去做的 我覺得它的韭菜味呢 都幾重幾香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在餐桌上面呢 其實它也都提供了 三個的 調味料 給你去 吃這個餃子的 它有 有 有醋啦 有這個 有滑椒 醬 還有有蒜米 總括來說 我覺得 這一間的餃子店 其實都 挺好吃的 如果下次呢 你經過星河的GoGo Park 而你又包包的 不想吃得太heavy呢 我覺得這間餃子店 是可以去嘗試的 因為真的很便宜的 對了 還有聽說 它在青島那裡 是非常有名的 一間餃子店來的 對了 大家不妨 試一下吧 吃完餃子之後呢 又差不多時間 回香港了 現在呢 在深圳搭地鐵呢 其實是非常之方便的 你只要 加入深圳地鐵的Apps 然後拿去你的 微信支付 打開那個QR Code 其實 嘟一嘟 那你就可以入到集的了 最後呢 有個小提示呢 想提醒大家的 那記得呢 回香港之前 在這個 福田口岸的 港鐵特衛站 嘟一嘟 那你就可以享受 三元的 吃車優惠的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這樣 如果呢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 like我 或者subscribe我的channel 謝謝 下次再見 拜拜